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喝完水回来了 Elizabeth 我们刚才上一节就讲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婚姻问题 都涉及跟上一代有关的 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讲到 除了我们自己的信念 会影响我们自己的身口意 我们的行为呢 跟我们上一代父母的关系 会不会都有一些联系呢 或者是关联呢 其实跟妈妈那个年是会大一点的 因为其实妈妈拖着我们的时候 她的意识跟我们是 即她的意识就落在我孩子的意识里面 这个是在DNA的信息体里面 所以其实由我处理的经验 处理病人的经验里面 大部分 其实很大部分 人其实很有趣 我们的perspective 怎么来呢 原来除了灵魂会攜带一些信息之外 其实在家里或者是妈妈 她拖着你那九个月的时候 她所经历 她经历的情绪 她经历的情节 等等 这些都会大量的信息 湧入我们的DNA里面 有些特别的例子 譬如说 我处理过的第二 就是一个大男人来的 她觉得自己没什么 但是硬是想来吞一下 她是永远睡觉不发梦的人来的 她说 发了不知道而已 因为在我的治疗里面 有一些环节是会解梦的 我就跟她说 你治疗完之后 你会发梦的了 你回来下次告诉我 你发什么梦 她下次告诉我 她发了一个梦 我说 我几十年都没有发梦 我今次发了一个梦 哈哈 你两个口中讲 因为其实我知道 当你放松了她的Bling Wave 她会有些信息 在subconscious 走出来 那个信息很重要 那个信息 有关于 其实追索 都是说 她妈妈托着她的时候 属于一个很战乱 要在一个地方 逃避到另一个地方 所以这种情绪 令到她有一种 好像很不安的感觉 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会出了问题 所以其实在她表达自己 在口词这方面 就会有一些难度 有一些障碍 其实她是一个大老板 又不有钱又不有成 很多员工 但她很想突破自己 这一样东西 是表达出来 public speech 那个心理的障碍 接受了治疗之后 有什么转变呢 她说得很好 其实她在public speech 她就会很能够发挥 亦都很敢去做一些的尝试 一些的创意 是一个真的挺大的转变 别人都会看得到 是啊 所以我们其实不可以看少 就是说 当我们母亲怀孕的时候 其实她的意识 或者她的训练 是完全跟我们的BB 是connect的 是連接的 那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说 播一些莫扎特的音乐 就进行胎教 令到她有一些音乐细胞 甚至乎令到她的心理情绪质素好些 是 但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 我们每一个信念 都会直接跟我们的BB 是share的 根据一些科学家所说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一分钟的念头 是超过六千多个 是啊 很多 那你试想一下 那个BB仔 跟我们每天都这么连接的话 他们收的信息 其实他们很坏都会收的 甚至乎他们不知道 什么好 什么坏 但是如果那个信念对她来说 是 潜扰不放的话 这一件事就会影响到 她往后的生命 是啊 有时候 譬如你说听音乐 是不是百分百有效呢 那其实只要提到一个点 就是听音乐的时候 这个妈妈的心理状态 心理状态 心理状态 那个情绪 会是很影响 就是真的 那个感觉 感情 感情这一样东西 或者感觉这一样东西 是最直接 和最powerful 就是在那个subconscious的level里面 是啊 没错 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及过 就是 我们上一代的思维 我们的信念 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那再推远一点点 好了 我们涉及到 就是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业力的问题 在你自己的治疗过程里面 会有没有接触过 一些和祖先业力有关的东西 祖先业力 其实这个都会反映 在他父母的家庭观 价值观 以及如何去教育他的过程 你说去到很远 譬如说 是否他祖先欠了人的钱 他现在又要还人的钱呢 我自己就不是这样去看革命的 我自己就会是看回 那件事他们要明白一些什么 而明白那个信念 才是他要经历的事情 现在 所以 在我的治疗过程里面 我通常会用一些 Fact 即是发生了 譬如他的家庭状况 是怎么样 是离婚 是怎么样 是用这些 去对应回 他们家族所攜帶的 一些DNA的信息 而这些也会直接在他身上 又会重演 直到那一刻 是他明白了 他为什么 不要follow这些信息 要他真的 真真正正正明白 否则 他又会再 因为DNA的原故 DNA里面 code了的message 的原故 而又会重演 这种行径 譬如破裂婚姻 譬如 强碧 控制肉 等等 这些 这是很传统的问题 嗯 听你所说 其实你的治疗 的个案都来自很多 不同的层面 或者对峙 可以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没有一些你特别 很难忘的个案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很难忘的呢 就是 或者近期 近期有一个client 其实他进步很快 是的 因为他都是身心灵的人 而他自己的感觉 很多 有时会看到一些 的image 那样 他本身都是一些 culture 即是他要coach 别人的人 所以很快的 大家的沟通 他很快明白我说什么 很快入到我位 是的 大家知道那些key point 在哪里 他快到是怎么 真是快到 譬如我今个礼拜 和他说 因为他每个礼拜 会找我做一次 今个礼拜 和他说 你要开放你自己 for example 你自己接受爱 的兜 以及给爱 的平衡 那他catch到之后 就很快 下个礼拜 就有一些事发生了 是reflect 这件事 就是他已经进步了 是 久而久之 他所有的问题 都因为这样 一个一个礼拜 的进步 而解决了 是 由一个很不开心 婚姻不太好 工作压力大 不敢面对家 去到这一刻 很肯和家人沟通 工作非常爆满 又有新的对象 等等 这些都出现了 而且人就很开心 个人说他漂亮了很多 等等 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其实当我们改变了 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能量回到高位 有很多好事 就会跟着你发生 是 我们会见到这些人 进步得这么快 其实自己都很开心 是 证明 其实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制约 可能是 他都是一个coach 但是有时 能依不知依 就是要找人帮忙 其实我们是reminder 就是我们在你旁边 就是在任何人 任何人 我经常都说 就算是街市的一个卖菜的姐 可能他一句说话 都能 remind到我们的东西 所以其实reminder 是周围都是的 我们也不会限于任何角色 或者任何身份 所以其实我们也开放自己的sense 去看一下我们自己的reminder 在哪里 可能街市买猪肉的人 都能 remind到我们的东西 所以随时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开放 开放到我们 可能进步的空间就会很大 是啊 那我们要开放自己之外 都要信任治疗师 因为如果我们 采取一个抗拒的状态的时候 能量是受阻 我们也不能进去 是啊 是的 随着不要跟我唱反调 我试过有一个跟我唱反调的 他是吃开精神科药物的 他吃了几年 在政府工作 政府部门比较高级的工作 所以他们的 他一坐下就跟我说 我不信的 不过我来试一下 我不信的 我不信的 我这些症状 没得医的了 那些精神科药物 那些都是要吃了很久 那我说 好吧 那你先试一下 他由第一次见我所说的症状 比如说是睡不到 大部分精神科药物的人 都是睡不到 惊恐等等 等这些情况 那去到第二次 他肯回来第二次 是 即开始信任你了 第二次 好笑的 第二次我问他 你这些症状 还有没有出现 他说是呀 改变了很多 例如睡到 吃东西 胃口 心情那些好很多 没有那么惊恐 可能那天医生和我换了约 他都觉得不是归功于你 是啊 是啊 嗯 好吧 那结果可能是 他会走回自己的路 但我觉得挺有趣 即是这些人 我们就算帮到他 他都不会觉得 我们在帮 即是 规不规备也其次 他不会觉得 他是在帮自己去疗愈 即是 其实是ready made 那他属于未ready 但是我们见到这些人都会觉得 interesting 是的 这个个案是挺特别的 那我知道你曾经处理的个案 还有很多种 譬如处理过一些失戀 减肥 瘀酒 濫药 或者是精神病 有没有一些个案 都是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的 刚才说的是 是的 即是你处理个个案 会不会都是有这方面的经验 很多 你想我说哪一个 很多人都是想 想漂亮 可能想戒烟戒酒 或者是 改善一些坏习惯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些技巧 或者你用的方法是什么的 我有试过帮别人戒奶茶 因为其实奶茶喝很多都不好 也对皮肤不好 那帮他戒 其实我们用的技巧很有趣的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其实DNA里面 那条DNA是很多的信息体在里面 其实一切的信息 都是会受到一种频率所影响 可以产生改变 其实我们 我现在科学化讲的步骤 就是说 我们由我们的脑波 就是我们由我们的意识 去产生了一些频率 或者我们这些叫电流 那这些电流 是可以是一个信息体 而影响DNA里面的一些信息体 而产生变化 当我们的意识 说我要delete这个信息 在DNA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生理功能 我们就可以产生了 我们要的frequency 去将DNA里面 那个message 那个frequency 去删除 或者去中和它 很自然 就会令到 因为DNA的信息改变 而带动它全身 因为所有都是DNA 去引申的东西 而带动它全身的要求去改变 所以它能够可以去割到奶茶 或者甚至割到其他东西 其实最主因的就是 我们帮它断除了那粒种子 是的 那个意念 那个意识 那个意识 如果没有了之后 我们就不会有那个行为 是的 其实任何人 包括它濫药于酒 或者吸烟 都是可能它对这个行为 背后一种的信念 它 attach了之后 就会不断去重复发生 但是如果我们将它这种信念 改变 消除了之后 它就没有那个牵连 然后就会割掉了那些坏习惯 是的 大概是这样 其实基因就是一个 叫做电脑的database 我们将这一部分的data去移除 那么它的电脑就不会 perform 那个data的message 是的 这个跟西医的概念很不同 西医如果你要割烟割走 就是拿一些代替品 或者是中断了你某些神经的信号的传递 甚至乎用一些抑压的方法 但是其实都不是去到问题的根源 它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 我们有这种意识的种子存在 那么我们将它的种子 reform 优化了 或者转化了之后 那我们就不会受到这个问题牵连 还有我会再加一部分 就是我会和它分析究竟它为什么需要 for example 为什么需要吸烟 为什么需要喝奶茶 就是将那个为什么 而去真的做一种 给它有一个新的understanding 是 人文问题 去带动它有一个新的看法 当它的看法都改变了 就是说 是的 其实我也不需要喝奶茶 那么呢 配合我们的DNA的改变 就会有一个quick change 是的 也挺好的 是的 比较彻底一点 因为如果你用抑压的方法 它又会从别的地方走出来 是的 你抑了这里 手抑得来 就脚痛 一定是走出来 因为你还没处理到 最根源的原因 你要和它有一个重新的看法 才可以 是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了解自己的情绪 每一个起心动念 是对应自己的前意识 哪一个部分 是的 一定是有个原因在 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个原因 接着去回答自己为什么 或者有一个新的看法 那就最彻底了 是的 Elisabeth 我知道 你除了有从事 身心灵療愈的方面之外 你自己也有些教的工作 不如下一次回来 我再问多一点点 你的教学工作会是怎样 或者是怎样才可以 跟着你了解 你的能量療愈的方式 好吗 好 下一次再回来 因为你知道两性关系 离不开我们的生命 一定是会发生的 在我这么多的经验里面 我会比较针对性 了解到男和女的需求分别 比较重点的说 其实男和女是完全大不同的 是我们金星的火星 是的 完全是两类的人 所以男性很有趣 很善忘的 你现在看的是《星叻》网台 终身学习 传闻升叻 找东西学 想升叻